路加福音 第二十章 有一天,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百姓宣讲福音的时候, 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上前来问他说, 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他们,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量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 他会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我们若说从人间来的, 所有的百姓都会用石头打死我们, 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 于是他们回答, 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用这个比喻对百姓说, 有人开垦了一个葡萄园, 租给园户, 就出外远行, 去了许久。 到了时候, 他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 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 园户竟打了他, 叫他空手回去。 园主又打发另一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了他, 并且侮辱他, 叫他空手回去。 园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伤了他, 把他推出去了。 葡萄园主说, 我要怎么做呢? 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 或许他们会尊敬他。 可是, 园户看见他, 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我们杀了他, 产业就归我们了。 于是, 他们把他扔出葡萄园外, 杀了。 这样, 葡萄园主要怎么处置他们呢? 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听见的人说, 绝对不可。 耶稣看着他们, 说, 那么, 经上记着, 匠人所丢弃的石头, 已做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凡跌在那石头上的, 一定会跌得粉碎。 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压得稀烂。 文士和祭司长看出, 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 当时就想要下手拿它, 只是惧怕百姓。 于是他们窥探耶稣, 打发奸细装作好人, 要在他的画上抓把柄, 好把它交给总督处置。 奸细就问耶稣, 老师, 我们知道你所讲所教的都很正确, 也不看人的面子, 而是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 我们纳税给凯撒, 合不合法? 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 就对他们说, 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 这像和这名号是谁的? 他们说, 是凯撒的。 耶稣对他们说, 这样, 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归上帝。 他们无法当着百姓 在他的画上抓到把柄, 又因他的对答而惊讶, 就闭口不言了。 有些撒都该人来见耶稣, 他们说没有复活这回事, 于是问耶稣, 老师, 摩西为我们写下这话, 某人的哥哥若死了, 有妻无子, 他该娶哥哥的妻子 为哥哥生子历后。 那么, 有兄弟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孩子死了。 第二个, 第三个也娶过他, 同样的七个人都娶过他, 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后来, 那妇人也死了。 那么, 在复活的时候, 那妇人是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 都娶过他。 耶稣对他们说, 这世代的人有娶有娶, 唯有佩德纳要来的世代, 和从死人中复活的人, 不娶也不娶,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 和天使一样, 既然是复活的人, 他们就是上帝的儿子。 至于死人复活, 摩西在荆棘天上就指明了, 他称主, 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 而是活人的上帝, 因为对他来说, 人都是活的。 有几个文士说, 老师, 你说得好。 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了, 耶稣对他们说, 人们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 诗篇上大卫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后裔呢? 众百姓听的时候,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袍走来走去, 喜欢人们在街市上向他们问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宴席上的首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惩罚。 路加福音第21章 耶稣抬头观看, 见财主把捐项投入圣殿银库, 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文钱, 就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更多, 因为众人都是拿有余的捐献, 但这寡妇, 虽然自己不足, 却把一生所有的都投进去了。 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贡物装饰的, 耶稣就说, 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日子将到, 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而不被拆毁的。 他们问他, 老师,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些事将临到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 我是基督, 又说, 时候尽了, 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当你们听见打仗和动乱的事,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发生, 但终结不会立刻就到。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将有大地震, 多处必有饥荒, 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但这一切的事以前, 有人要下手拿你们, 迫害你们, 把你们交给会堂, 并且关在间里, 又为我民的缘故, 拉你们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 但这些事, 终必成为你们做见证的机会。 所以, 你们要立定心意, 不要预先考虑怎样申辩, 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和智慧, 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 驳不倒的。 连你们的父母、兄弟、亲族、朋友, 也要把你们交给官府, 你们中间也将有被他们害死的。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恨。 然而, 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失, 你们凭着奸人, 就必保全性命。 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他成为荒芜的日子近了。 那时, 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 应当出来, 在乡下的, 不要进城。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要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 在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就苦了。 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 也有愤怒临到这百姓。 他们要倒在刀下, 又被掳到各国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 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 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而惶惶不安。 人想到那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都吓得魂不附体, 因为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 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云来临。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救赎的日子尽了。 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 你们看乌花果树和各样的树, 树叶一长出来, 你们看了自然就知道夏天尽了。 同样, 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 就知道上帝的国尽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一切都要发生,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绝不废去。 你们要谨慎, 免得被贪食、 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忽然临到你们, 如同罗网一样, 因为那日子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面上的人。 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耶稣每日在圣殿里教导人, 每夜出城到橄榄山住宿, 众百姓清早上圣殿, 到耶稣那里听他讲道。 《路加福音》第22章 除教节又叫逾越节尽了。 祭司长和文士在想法子怎样杀害耶稣, 因他们惧怕百姓。 这时, 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使徒里的一个, 他去跟祭司长和守殿官商量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很高兴, 就约定给他银子。 他应允了, 就找机会, 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教节到了, 这一天必须在逾越节的羔羊。 耶稣打发彼得和约翰, 说, 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 好让我们吃。 他们问他, 你要我们在哪里预备?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进了城, 会有人拿着一罐水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对那家的主人说, 老师问, 客房在哪里? 我和我的门徒要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 他会带你们看一间摆设齐全的楼上大厅, 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他们去了, 所看到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 时候到了, 耶稣坐席, 使徒们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 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这宴席, 直到它实现在上帝的国里。 耶稣接过杯来, 注谢了, 说, 你们拿这杯, 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只等上帝的国来到。 他又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递给他们,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他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为你们留出来的。 但是, 看啊, 那出卖我的人的手, 跟我一同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去, 但那出卖人子的人, 有祸了。 于是, 他们开始互相追问, 他们中间哪一个会做这事。 门徒中间也起了争论, 他们中哪一个可算为大? 耶稣对他们说, 外邦人由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最大的, 倒要成为最小的, 为领袖的, 倒要向服侍人的。 是谁为大? 是坐席的, 还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坐席的大吗? 然而, 我在你们中间, 是如同服侍人的。 我在试炼之中, 常和我同在的, 就是你们。 我把国赐给你们, 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 使你们在我的国里, 坐在我的席上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主又说, 西门, 西门, 撒旦要得着你们, 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对他说, 主啊, 我已准备好, 要同你坐牢, 与你同死。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还没有叫, 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拆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钱囊, 没有行囊, 没有鞋子, 你们缺少什么没有? 他们说, 没有。 耶稣对他们说, 但如今, 有钱囊的要带着, 有行囊的也一样, 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 我告诉你们, 经上写着说, 它被列在罪犯之中, 这话必须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关于我的事必然成就。 他们说, 主啊, 请看, 这里有两把刀。 耶稣对他们说, 够了。 耶稣出来, 照常往橄榄山去, 门徒也跟随他。 到了那地方, 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于是他离开他们, 约有一块石头扔出去那么远, 跪下祷告, 说, 父啊, 你若愿意, 求你将这杯撤去。 然而, 不是照我的意愿, 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非常痛苦焦虑, 祷告更加恳切, 汗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祷告完了, 他起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 来了一群人, 十二使徒之一, 名叫犹大的, 走在前头, 接近耶稣, 要亲他。 耶稣对他说, 犹大, 你用亲吻来出卖人子吗? 左右的人见了要发生的事, 就说, 主啊, 我们拿刀砍好不好? 其中有一个人, 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的诱饵。 耶稣回答说, 算了, 住手吧。 就摸那人的耳朵, 把他治好了。 耶稣对那些来抓他的祭司长, 守殿官和长老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 如同对付强盗吗? 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 你们不下手抓我,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 黑暗掌权了。 他们拿住耶稣, 把他带走, 进入大祭司的住宅, 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中间生了火, 一同坐着, 彼得也坐在他们当中。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面向火光坐着, 就定睛看他, 说, 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起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你这个女人, 我不认得她。 过了一会儿, 又有一个人看见她, 说, 你也是他们一伙的。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 又有一个人坚持说, 他实在是同那人一起的, 因为他也是伽利利人。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正说话之间, 鸡就叫了。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 打他, 又蒙着他的眼, 问他。 你说预言吧, 打你的是谁? 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 天一亮, 民间的众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都聚集, 把耶稣带到他们的议会里, 说, 如果你是基督, 就告诉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 我若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信。 我若问你们, 你们也不回答。 从今以后, 人子要坐在全能者上帝的右边。 他们都说, 那么, 你是上帝的儿子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 他们说, 我们何必再要见证呢? 他亲口所说的, 我们都亲耳听见了。 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 众人都起来, 把耶稣借到比拉多面前。 他们开始控告他说, 我们见这人, 删获我们的国民, 禁止我们纳税给凯撒, 并说自己是基督, 是王。 比拉多问耶稣,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 是你说的。 比拉多对祭司掌门和众人说,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但他们越发竭力地说, 他煽动百姓在犹太全地传道, 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 比拉多一听见就问, 这人是加利利人吗? 既知道耶稣属西律所管, 比拉多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 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 西律看见耶稣就非常高兴, 因为听见过他的事, 早就想要见他, 并且指望看他行些神迹。 于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那些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 竭力控告他。 西律和他的士兵就藐视耶稣, 戏弄他, 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 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 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 在那一天竟成了朋友。 比拉多传奇了众祭司长、 官长和百姓, 对他们说, 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 说他是山货百姓的。 看啊, 我也曾在你们面前审问他, 并没有查出这人 放过你们控告他的任何罪, 就是西律也是如此, 所以把他送回来。 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所以我要责打他, 把他释放。 众人却一起喊着说, 除掉这个人, 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和杀人而下在尖里的。 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再次向他们讲话, 无奈他们喊着说, 把他钉十字架, 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为什么呢? 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 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 所以我要责打他, 把他释放。 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 要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 他们的声音终于得胜。 比拉多这才照他们的要求定案, 又把他们所要求的 那因作乱和杀人而下在尖里的人释放了, 而把耶稣交给他们, 随他们的意思处置。 他们把耶稣带去的时候, 有一个鼓励那人西门从乡下来, 他们就拿住他, 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 叫他背着跟在耶稣后面。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 其中有好些妇女为他嚎啕痛哭。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为我哭, 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 因为日子将到, 人要说, 不生育的, 未曾怀孕的, 和未曾哺乳孩子的, 有福了。 那时, 人要向大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向小山说, 遮盖我们。 他们若在树木青绿的时候, 做这些事, 那么, 在枯干的时候, 将会怎么样呢? 另外有两个犯人, 也被带来和耶稣一同处死,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楼地。 他们就在那里,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又钉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这时, 耶稣说, 父王,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士兵就抽签, 分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长也嘲笑他, 说, 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 是上帝所拣选的, 救救他自己吧。 士兵也戏弄他, 上前拿醋送给他喝, 说, 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救救你自己吧。 在耶稣上方, 有一个牌子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王。 同定的犯人中, 有一个讥笑他, 说, 你不是基督吗? 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 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 说, 你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上帝吗? 我们是应得的, 因为我们是自作自受。 但这个人, 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 他对耶稣说, 耶稣, 你进入你国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那时大约是正午, 全地都黑暗了, 直到下午三点钟, 太阳变黑了, 电的曼子从当中裂为两半, 耶稣大声喊着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 他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 就归荣耀给上帝, 说, 这人真是个义人。 聚集观看这事的众人, 见了所发生的事, 都垂着胸回去了。 所有与耶稣熟悉的人, 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 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 有一个人名叫约瑟, 是个义员, 为人善良正直, 却没有服从别人的所谋所为。 他是犹太的亚历马太成人, 素常盼望着上帝的国。 这人去见彼拉多, 请求要耶稣的身体。 他把耶稣的身体取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凿岩而成的坟墓里。 那坟墓从来没有葬过人。 那日是预备日, 安息日快到了。 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和她的身体怎样安放, 他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料香膏。 在安息日, 他们遵照诫命安息了。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七日的第一日, 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 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 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正在为这事困惑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 妇女们非常害怕, 就俯伏在地上。 那两个人对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 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的? 他说,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于是他们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把这些事告诉使徒的由摩达拉的玛利亚, 约亚拿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跟他们在一起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 就不相信。 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墓前, 辅身往里看, 只见细麻布就回去了。 因所发生的事而心里惊讶。 同一天, 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伊玛伍斯, 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 正交谈议论的时候, 耶稣亲自走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可是他们的眼睛模糊了, 没认出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一边走一边谈, 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容。 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 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 唯一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吗? 耶稣对他们说, 什么事呢? 他们对他说,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 祭司长们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借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这些事发生到现在已经三天了。 还有, 我们中间的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去了坟墓, 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 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 说她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 所发现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她。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 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 于是, 他从摩西和众仙之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做了解释。 他们走进所要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 他们却强留他说, 时候晚了, 天快黑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 要同他们住下。 坐下来和他们用餐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了, 掰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开了, 这才认出他来。 耶稣却从他们眼前消失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 岂不是火热的吗? 于是他们立刻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看见十一个使徒 和与他们正在一起的人, 聚集在一处, 说, 主果人复活了, 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 于是两个人把路上所遇到, 和耶稣掰饼的时候, 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述说了一遍。 正说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惊恐不安? 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 你们看我的手和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摸我, 看, 因为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 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他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他们还在又惊又喜 不敢相信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给了他一片烤鱼, 他接过来, 在他们面前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和你们同在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一切指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 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 耶稣领他们出来, 直到伯大尼附近, 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正祝福的时候, 他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 他们就拜他, 带着极大的喜乐回耶路撒冷去, 常在圣殿里称颂上帝。